Amy,其實Youtuber算不算是你夢想職業呢? 我的夢想職業當然不用做 那Sarah,你呢? 嗯,我也有想過做老闆的 在香港想開創自己的事業 真是很多打工仔想都不敢想的事 但這個擁有豐富天然資源的澳洲就不同說法了 這間家族經營的青口供應商 已經在維多利亞州的菲利浦港灣養殖了青口三十多年了 他們一直開發新的養殖科技 和建造擁有專業設備的船隻 確保有最優質的青口供應給全國各地 好了,今天我們來到澳洲這個很出名的青口養殖場 當然是禮牌,我們又要來煮食 今天我們煮的東西就叫做 蕃茄、白酒、灰青口 好,我們做之前怎樣處理青口呢 我們首先要撕走這些酥 然後就擦一擦殼,就可以開始煮了 首先,我們先炒一些配料 做一個醬 我們可以炒洋蔥,用蒜蓉 稍微炒香它 今天我們會用香草,就是番茜 我現在會先放一半 好 因為我想吃辣辣的 我決定先放一點辣椒 炒到差不多 買個… 番茄 切碎了番茄 超美 很多顏色 對,很多顏色 你看到已經有些醬汁了 我現在加上白酒 盛過去大概煮五至八分鐘 好香 番茄已經融光了 這樣就可以下青口 盡量給它一個位置 它就可以平均受熱 就不會有一些會開了 一些就未開 好,那我們就等吃了 五分鐘 這裡除了青口批發之外 還有自己的餐廳 遊客來到可以在餐廳 享用他們的特色美食 聽說這裡還有賣青口啤酒 不知道會是甚麼味道呢 一場來到,怎樣都要試一下 果然很有冒險精神 剛才跟老闆娘聊 她說這個釀製過程 是真的加了青口肉進去做 我們試一下有沒有青口味 乾杯 很有趣 有一點咖啡 巧克力的味道 對 除了咖啡,還有一點像朱古力的味道 很容易入口的味道 今天除了我們煮的青口之外 我們也點了這裡最出名的tasting plate 我們先試煮那個 好 番茄很濃 我吃的香草跟肉很相配 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這裡的青口真的很漂亮 所以吃得很肥味 很新鮮 對,剛才咬下去我覺得有很多汁 好,試完這個我們試過有很特別的 這個是有青口肉在裡面的… 炸波波 有點像異色的炸飯 我覺得這個波做得很棒 因為它的外面炸得很脆 然後裡面一粒粒是很軟 然後再有青口肉 再有些檸檬汁 整個配搭是好吃的 嘩,吃了很多 超滿足 好棒的這餐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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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談了這麼多這麼有建設性的事 我覺得是時候要看看成功的例子 我就知道在國家公園裡 有一個很努力地實現夢想的人 這個距離墨爾本3小時車程的國家公園 所以我們選擇什麼要肯定 但那是一年後來的 然後我們進行計劃的菜式 是關於什麼是可以用的 什麼要用的 我們一直在談論食物 跟其他廚師和我的團隊 以及什麼要用的 從那裡 我們會創造食材 和延續的過程 來到澳洲才發現原來 Farm to Table這個概念 對於食物的質素和味道都很重要 所以這裡有一大片的農地 可以提供食材給餐廳 我還知道這裡的菜式 會因應每一季當做的食材 將最新鮮的食物帶給食客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花心機 但做總廚當然要親力親為 餐桌上的原材料 都是每天清早由廚師親自採摘 每一季都有不同種類的食材收成 所以菜單都是每星期就轉一次 這裡就種植了不同類型的有機蔬菜 香草、食用花等等 可以配搭出千變萬塊的菜式 你有沒有拿到什麼靈感 讓我先試菜吧 今天我們來試第一道菜 賣相很精緻 第一道菜裡面有番茄 有烤魷魚和水果 烤得很香 很香的炭烤味 還有一點都不韌 我覺得西洋菜是很辣的 而且它的口感很爽脆 所以它和魷魚剛才一起放進口 它們不同的質感吃下去都很好吃 這道鴨聽總廚說 他們是用士多啤梨去餵 做他們的食糧 我想它會不會很甜 特別甜 或者有果香 我覺得鴨有一點清香的味 它的肉質不是很乾 其實它是很軟很juicy 而且它的皮是很脆的 好來到最後一道菜 這一款就是羊 羊的表面是用葵花紫碎 做了外皮 所以很香脆 而且它這裡的羊也是自己的羊 所以就保證到它的品質真的很好 它這裡也加了一些很薄的蘋果片 是偏酸的 加起來的羊肉食 變成了沒有那麼膩 很清新的感覺 其實它這裡每一道菜都很精心 看看整個組合如何配到最好吃的味道 也可能因為它是最當作的食材 所以全部的味道是很濃郁 應該是最好的狀態 當我吃了那麼多好吃的菜 又看到了那麼漂亮的環境 有沒有令你覺得 你也很想快點自家開回房間 其實來這裡吃飯 真的我衷心感受到總廚的心機 由他中職食材那一刻 到真正去煮甚至上碟 我看到他一直站在廚房最前方 把每一碟菜放好再送給我吃 雖然這樣做法好像很辛苦 但我亦看到他的熱誠 如果將來有機會做老闆的話 我也希望我可以這麼有熱誠 那我祝你成功 好,謝謝你 好,謝謝你